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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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早安 我是米塔 今天呢 是我即將開店第一天 我看房間呈現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況 等一下我就要出門了 我還有滿多東西要買的 所以其實有點狡猖 為了要開啟這一天呢 我決定稍微的來換一件裝好了 我這幾個禮拜真的是完全完全的沒有睡 然後覺得很煩躁 好多東西還沒有用 全部都要摸索 然後有時候又會摸索錯 今天我預計是 晚點開始準備 然後四點開店 其實第一天我都不知道量要抓多少 所以 以賣完為主吧 但我賣不完的話 我就會緊繃到 八點或九點 就差不多了吧 所以我會盡量再不影響到它店面的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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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說我冰箱也不能買太大 所以變成說我冰箱也不能買太大 然後就像米這種或是麵這種 就是很佔空間的 就我需要時間去想一下 比如說每天去買 還是說這幾天看一下客人的狀況 是到底每天會用到多少材料 這都要花時間 沒辦法說 一開始想要用得很完整就可以很完整 因為客人的狀況是不怕入口 等一下我還要去印菜單 因為我之前有問印菜單 就是那種一本 然後上面有黏住 然後一張一張撕下來那種的 他說一次要做一本的 其實我有點擔心我之後菜單的內容會變更 因為我現在其實算是還在試飲日 所以我覺得現在賣的品項跟之後 不一定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決定等一下先去印裂印 然後自己採剪 就先這樣子吧 簡單的畫一下就好了 請記得按住 請大家親自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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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色的就是长这样子 從今天4点到现在5点半 还没有一个人 我们来看第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刚才卖了第一碗 然后呢我忘了放错跟歌力 我对不起我的第一个破坏 今天是第二天 然后我今天开了中午的 现在是2点48分 刚刚有一个阿贝来吃面 然后他就要内泳 然后我就把我的仅有的桌子就给他做 然后他就跟我讲的超多东西 然后后来反而刷帮我看手下 然后就碰了我的手 就是这一颗被赠送的高丽鲜 结束第二天了 好累啊 今天算是开幕的第七天 可是呢是实际开点第三天 因为呢就开完第二天之后 觉得遇到一些 内心的小瓶颈 所以呢就很任性的休息了很多天 然后昨天还跑去前地方潜水 今天的行程就是等下去市场买东西 今天有一些新的东西到了 就把冰箱啊摊车都再整理一下 我在想说可能可以开始开一个富盆打了 对 对 你们有看到麻婆豆腐 后来把它拉出来 有牛肉跟猪肉 因为上次有一个阿姨说 他不能吃牛 然后他又想吃麻婆豆腐 所以后来我就还是把它拉出来了 谢谢大家早安啊 我是蜜塔 现在的心情其实有点点复杂 因为我现在才摆两天而已嘛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遇到蛮多 就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事情 那我现在有想到我跟你们说好了 就是譬如说 要备的东西太多 前期的准备过程很长 因为其实熬高堂里买一些加工的东西 调一条当然很快 但是因为我全部都是用真实的食物去熬出来的 所以要花很久的时间 那我现在的做法是在营业的时候 把时间去熬汤 所以我可以熬四五个小时 然后冰到冰箱隔天再使用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那一桶高汤 会占我的冰箱很大的容量 然后因为我东西都是现煮的嘛 后来就发现我做五个锅烧面 花了二十分钟 所以这时间其实是有点太长的 后来说像麻布豆腐位的线组就是点了彩座 因为我那个摊位它属于比较不好停车的状况 所以它有一个小凹槽 可以让路人上下走 所以那个机车可以过来暂停一下 锅上面如果都要等五分钟 然后又不是很好停车 虽然它人流量我觉得其实是多的 但是不好停车 就会降低大家下来购买的意愿 所以说你东西是可以随点随拿 很快一分钟内就走了 目前我租的这个摊位 它是每次租完都要收起来 就是你不能把摊子放在那边 那好导致说除了我前期备料啊 然后熬高汤啊 又加上要把台子搬出来营业 所以我的饭锅什么 每次都要搬起来 然后又拿下来 搬起来又拿下来 收摊之后也是要重复一样的动作 然后加上东西很多 因为有高汤有饭又有面 又有什么什么 浪费在很多时间跟体力在重复的东西上面 因为我昨晚上真的想了好久 我觉得这样是没办法做久的 但是现在这样子就先把它收起来 好就让这件事情失败在这里 然后开始想下一个 可以满足我上面这些缺点的事物 不然到时候搞到身心俱疲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后来发现 是在我那个摊位啊 学生的人流是很多的 加上我想起来我以前自己 以往的习惯 我如果下班之后 不一定会想要吃主食类的东西 我会想要吃一些点心 算犒赏自己 所以我 我在思考啦 我不要转换成 比较像是小吃类 我现在自己想到的一个是 章鱼烧 因为我觉得附近 还没有人在卖 然后他要备的东西 跟我现在的东西比起来真的 种类少很多 所以这几天 我会先试着 章鱼烧 怎么样做的好吃 就是当然店我还是会继续开 那如果真的成功之后 就要开始重新挑整 招牌的那些东西 我是希望可以在 这5到10天 把这件事情结束 对 跟大家小小的更新一下 也希望你们 如果自己开店创业的时候 可以 避免跟我遇到一样的错误 好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